文章来源综合新闻 2020年一位年轻有为的职校毕业生踏入了职场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短短三年时间 其貌平平的刘文欢就迅速崭露头角 成为了中铁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西南贵州分公司的副总经理 这位1999年7月出生的年轻人 以其扎实的专业背景和卓越的管理能力 展现了新生代管理者的风采 自古英雄初少年 刘文欢年解24岁就成为了国企公司副总经理 获得十大杰出青年候选人的荣誉 这不仅仅展现了他敢为人先 求真务实的个人风资 也彰显了中铁建工集团公司不拘一格降人才的魄力 2020年刘文欢以优秀毕业生的身份被陕西日报跟踪报道 2017年来自福丰县的刘文欢通过丹钊 成为了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名学生 2020年6月 刘文欢结束了一年的实习期 成为了中铁建工集团西北分公司的正式员工 工资7000元左右 中国高铁创造了世界奇迹 我也想成为一名高铁人 为中国制造贡献自己的力量 进入大学的那一刻 刘文欢就已经立志要成为国内一流的工程师 敢为人先勤奋上进 这是刘文欢的座右铭 在校期间 刘文欢除了在专业学习上下功夫 他还竞选了副班长 并在大二成为了爱心协会副会长 展露了自己的管理才能 大二下学期 刘文欢就开始准备找工作 2019年5月 刘文欢拿到了中国铁路建工集团西北分公司的陆永通知 并开始了为期一年的实习期 不过 刘文欢的就职之路并非一帆风顺 起初 刘文欢被派遣到川藏县沿县工程工作 但却因高原反应身体不适 不得不回家休养了二十多天 困难无法避免 但要积极应对 选择这个单位之初 我就知道要举基层一线 人跟着项目走 条件艰苦也是常态 面对困境 刘文欢并未气馁 身体状况一恢复 他就向公司申请了复工 令人欣慰的是 组织上也充分考虑到了 刘文欢个人的身体状况 不再坚持继续派他去川藏县沿县工作 而是派他去了甘肃武威担当重任 可惜的是 刘文欢在入学的时候 曾立志要成为一名工程师 工作后 他却被迫从项目管理岗位 转到经营开发岗位 难能可贵的是 即使如此 他依旧坚持一步一个脚印 稳扎稳打 为公司经营成果的产出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而他个人更是获得 西南分公司优秀见习生 岗位标兵等荣誉 2023年4月 年节24岁的刘文欢 以中铁建工集团贵州公司 副总经理的身份 到秀文县考察 秀文县副县长 招商部长 管委会副书记 副主任等一众领导 热情招待 刘文欢的晋升 不仅是他个人能力的体现 也反映了现代职场 对新生代管理者的需求 年轻一代 在工作中展现出的活力 创新和对技术的敏感度 成为企业追求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刘文焕的成功经历 鼓舞着更多年轻人 在职场中追逐自己的梦想 并在专业领域中不断进步 他的成功 也为广大年轻职场人士 树立了榜样 激发着更多年轻人 在工作中 不断挑战自我 追求卓越 随着这一事件 在网上持续发酵 中铁剑攻击团坐不住了 1月15日下午 一名工作人员 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这名工作人员的话 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 刘文焕的副总职位 只是一个身份 公司为了便于业务开展 给了他这样的名头 任命的流程符合程序 没有任何违规的地方 第二 刘文焕并没有行政职位 也没有副总的相应权利 目前刘文焕的行政职位 只是普通员工 第三 刘文焕目前在公司 负责运营和项目对接 公司之所以大力宣传它 也是方便它开展业务 此外 这名工作人员还强调了一点 网传的信息严重失实 没听说刘文焕是关系户 目前公司已经报警 对于造谣者会追究法律责任 公司的这份辟谣 在网上发布之后 网友们马上展开了热议 对于这名工作人员的说辞 网友给予了反击 首先 刘文焕出任副总一职 并不是来自网友的造谣 这可是中帖自己的网站上写的 何来消息不识呢 其次 这份辟谣的内容 仅仅来自一名工作人员的采访回应 并不是来自中帖的官方通告 分量十分有限 还有一个细节很重要 注意这名工作人员的用语 没听说刘文焕是关系户 这和明确否认了刘文焕是关系户 可是两码事 网友最担心的一点 中帖就拿这份口头的回应 把大家打发了 之后便当起鸵鸟 坐等热读下去 其实这件事 中帖想打消公众的质疑 还是应该发一份声明 现在网上的舆情这么厉害 仅仅一名员工口头回复 是不是太儿戏了 坐在这份口头的质疑 太儿户了 砌